2023年1-3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084.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.9% 吸收外资实现了开门稳 具体看主要呈现四方面的特点 一是新设外资企业较快增长 二是影子质量持续提升 外资研发中心 制造业影子 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政策效应 逐步显现 我国影子结构持续优化 三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 较快增长 四是外资大项目加快落地 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发挥作用 进一步加强常态化交流 针对性服务 精准式招商联动协调机制 推动重点外资项目落地建设 进一步加强常态化交流 三是个强常态的